我是赵好 在每天视频里面来跟大家说说 我真的是颇有感触 刚刚咨询完 我说等一下 我说你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我得录一期视频来说说这个事情 我真的是颇有感触 我刚才咨询的时候 进来一个来自于北京的一个孩子 就是那种土生土长的那种北京的孩子 至少从小时候在北京长大的 妈妈呢也能听得出来 那口音呢 北京跟北京聊天能听到那些口音的有些地儿 所以说这一家的都是北京人 刚才跟我交流完了以后 这个孩子在五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加拿大了 五年级就到了加拿大了 然后现在在美国东部的一所大学里面上学 想着是转学 想着说因为他大一嘛 他大一的所有课都是A 他就觉得上的太简单了 这课教的太水了 好家伙 然后他说他要转学 你知道我坐在这里什么感受吗 就我坐在这 我在面试这个学生的时候 我在什么感受 第一 他的英文已经达到了 就是 就是老外这种直接交流的东西 就是他虽然有些地方说的还是不太标准 但是你能听出来 他有一些英文的发音的那个说法 包括那种年代词 那种电词 他是有这个 他是有这个长年的时间的积累的 你想他五年级的时候就到了 在那到了 英语基本上 从那个年龄 尤其从高中之前 或者从高中就已经出来的孩子 他的英语基本上就已经达成了 可以说是第二语言了 虽然说很多人都会说 我除了说中国的英语是第二语言 但是第二语言 你的第二语言 我的第二语言 国内学生不多 真的很少 可能从十个学生里面会有一个 为什么 其实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是一种价值观相互认可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也在选择学生 学生也在选择我 然后 这个孩子 所以我带了很多国外的孩子 这些国外的孩子 他们有个普遍现象 不管是ABC啊 还是whatever 哪出生的华人 或者怎么样 甚至有在国外出生的华人 甚至有很早就已经来到国外的一些中国人 这些孩子呢 普遍数学是不好了 这是个普遍现象 因为国外教数学教的没有那么难 他普遍上大学以后 包括calculus 或statistical analysis里面都是有压力的 但这个孩子 刘老师在面试过程 因为大家可能跟我面试过的学生 他知道 刘老师 包括我在座的今年带的学生 去年的学生 现在都ungoing的一些学生 中代带的学生 他们其实看我的视频 他们也知道 往往 刘老师在考数学的时候 过不了三道题的 第三道题就卡上了 或者答错了 但是刚才那个孩子 可以说是数学 刘老师面试完了以后 结束以后 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说 一个从国外读完高中的 这个孩子 数学能够 对有如此的 对数学能够如此的理解 他说真的是不错的 因为刘老师性格 他比较 比较腼腆嘛 但是我当时就说了一句 我说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妈妈给他铺了一条好路啊 或者说妈妈真的是给孩子 他的妈妈特别明白 他妈妈说了一句话 他说父母只是一个搭桥的 他管不了孩子 父母只是个搭桥的 父母尽最大的努力去搭桥 搭了桥以后就看孩子自己的成长了 你想 后来我通过这个孩子回想起来 我自己的一些走过来 一些事情也是同样的 就是父母最多就给你创造个机会 这条路怎么走 还是得看学生本身自己 所以我之前有期视频 很多人就说这说那 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不理解 孩子你是控制 你抓这个教育是抓不住的 你如果 你如果真的不信张 我说这些 你去海边上抓一把沙子 你使劲抓 你看你是不是抓的越紧 这沙子掉的越多 什么道理 但我也不是说放任自由 就随手放开管了 但是你看我的父母 从小的 我的父母从来就 没有怎么管过我 他们就告诉我什么是对的 错的 他告诉我了 他也不会拦着我 错的 不对的 他告诉我了 我可以自己去尝试 我自己撞着墙了 知道疼了 我成长了 这个孩子也是 你想他自己一个人从小 那么点 在加拿大 后来来了美国 他自己一路上 当别人吃白米饭的时候 他一直在吃盐 他吃着盐 他的积累 他的英语是从 他的英语 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流利 说句不好听的 他是从五年纪在这里 刚开始被别人耻笑 被别人指责 被别人 被别人笑 尤其高中 高中还没有大学那种素养的关系教育 高中 他就慢慢的锻炼 慢慢的交朋友 慢慢的从英语不好 慢慢的锻炼到今天的 包括他的数学 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真的颇有感触 我就觉得 在很多的家庭的教育 包括留学这条路上 真的是 父母怎么铺这条路 真的是一个值得父母来思考的一个点 父母把这条路铺好了 也就铺好了 那能不能走好 那真的就是孩子 所以他父母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说 他说把孩子 看了我这么多视频 把孩子推荐给我 让孩子去来找我 其实应该是孩子先看我的视频的 然后给他妈妈 他们两个周 看到很久我的视频了 有些人说 张老师你疯了一期视频 他愿意看的人 他都能看完 我不求营销大家 就是希望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所以当这个家长和这孩子看完了以后 然后家长现在跟我交流 然后这孩子又跟我交流 聊了很多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 一个北京人 我坐在这里 我看到对面一个 比我小了那么多的 十几岁的一个孩子 坐在那里 土生土长的 在看着 在看着他的父母 那种说话 那种感觉 我坐在这里 我眼中脑海中 一幅一幅的 就跟翻画片似的 看着我当年的一些成长过来的路 就是有很多的相似点 真的颇有感触 所以就拿着十分钟出来 五分钟时间出来 跟家续道续道 聊聊天 说说很多时候 真的是家长铺一条路 家长搭好这个桥 接下来 做家长帮助孩子 引导孩子 建立这个关系 搭好这个桥以后 这是家长该做 那么接下来的路 就是充满 让学生要充满挑战 对吧 我每周五个大战 免费资金赛 如果想联系到我们 可口发行 first-time-last-mehantasy.com 当中过微信 联系到 p3c hns p3c arri p3c gmgp3c 以上这本期是给我们 下一次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annesee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annesee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so thank you